行了,奶奶,别回了,等下你美女神给你们介绍对象,给我准备准备 妈,我现在不急,还能再等两年 闺女,什么不急啊,再等两年,你都三十多了,谁可以用你啊 妈 妈什么忙呀,行了,今天呀,说啥也得见一见 妈,我这刚失恋找什么对象啊,就算找,我跟你说,我也要找那种有钱的,没钱的,我可不要 妈,美人可是介绍这个有钱没钱啊 妈也不知道,妈也是第一次见呀 奶奶,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妈,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这个人啊,人好,欣赏,孝顺就行 好好,闺女,你只要行,就退了 人来了,等着,我去开门 来了,来了 阿姨,来了啊,进进进 阿姨好 这你们 这我听别人说,你们家条件还不错 我看,也就这样,这你们俩,谁是大的,谁是小的 不过,这你们俩长呢,还是可以的 阿,这个呀,是我大悲女,这个是我小悲女 阿姨,行了,婶,我知道了 婶,你好,我叫小灰 阿,你看啊你,穿的这一身,这什么 怎么好意思来相亲呢呀 怎么,家里穷的,连是下样的衣服都没有啊 还想给我挣,我告诉你,我爸可是我们车的首富啊 一号,我听没人说,来个有钱的,没想到你们家那么有钱呀 小伙子,到你家呢 阿姨,我们家啊,条件不是很好 家里啊,只有两间瓦房和两头猪 什么,你们家这么丑,和上我们家那相亲呀 这,谁给你的自信,来乡的签呀,看你那穷酸呀 这两个啊,都挺漂亮的,这我该挑哪一个呀 帅哥,我觉得你挺好的 是吗,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呀,叫好帅 要不,咱们俩去看个电影,吃饭 行行,走 好好,我还得开心 小伙子,我看看你,也配不让我们家萱萱,你开始走吧 什么,阿姨,你别赶我走啊 要不这样,你给我个机会 虽然,我家里条件不好 不过你放心,我以后啊,一定会努力的 萱萱跟着我,我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的 呦,还努力,小慧,你就是努力十年,也赶不上人家 妈,你别说了,这我感觉,小慧这人挺好的 你先进屋吧,要不我先跟她聊聊 闺女,聊什么聊呀,这她这么穷,有什么好聊的 妈,你就先回屋吧 行,行 小慧,你这是干什么工作的呀 哦,萱萱,我现在在工地上班 哦,在工地上班啊 那你平时抽烟喝酒吗 哦,我呀,不抽烟也不喝酒 哦,那行 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行,萱萱,走 郝萱,你干什么去啊 我干什么去,关你什么事啊,闪开 怎么不关我的事啊,我可是你媳妇 你这整夜整夜的不回家啊,你到底干嘛去了 干嘛去了,干嘛去了,用你管啊,赶紧给我走 你不给我说清楚啊,我就不走 给你脸了是吧,你今天要是不让我出去,过两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就不去了,我在家待着 郝萱,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就问你一句,让不让我出去 行,我让还可以,但是我妈过生日那天,你要老老实的跟我一起去 哪那么多废话啊,赶紧闪开 小辉 萱萱,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来,坐坐坐 我呀,在家也无聊,所以我就给你送点鸡汤 哎呀,萱萱,外边天这么冷,你又不会开车 你看,你还端着鸡汤过来 没事,小辉,你赶紧的趁热喝 行,萱萱,谢谢你,不过以后,你可千万不能来了 结婚之前,我保证过,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你要是在家,闲得无聊,你可以看看电视,做个运动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喝吧 好 哎,对了,萱萱,过两天啊,咱妈过生日 我准备啊,买两项东西,给咱妈拿五千块钱,你看怎么样 行,都听你的 好,那就这样定了 好帅,你走快点啊 你不会走慢点啊 这不是怕来不及了吗 今天咱妈过生日,咱们什么都没拿 这有点不合适吧 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 别那么多事,我今天来啊,已经很不错了 行,咱赶紧走吧 走啊 来,学学 走 好 好帅啊 你们也回家啊 是啊,好帅,今天啊,妈过生日,我们能不回来吗 穿什么我装啊,不就是带着两箱东西吗 行了,别说了 不是,好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姐说,走吧 姐说 好帅啊 你们来了 妈 妈 你这怎么了 怎么老是咳呀 妈 身体有点不舒服 你们都来了 能不来吗 今天啊 你过生日 好帅 你不能好好说话呀 今天妈过生日呢 奶奶 好帅 你们两个怎么又吵起来了 好帅 这奶奶怎么不开心呀 她不开心 她天天不开心 怎么着 我还在管那天天让她开心呀 你们呀 在这吃饭吗 我走了 好帅 你说你来不拿东西就算了 怎么还这么说话呀 怎么说话 怎么就你们两个穷娃娃 还想叫我怎么说话呀 好帅 你怎么跟你姐说话呢 我告诉你 做人要低调 无论有钱没钱 你也不能瞧不起咱们自己人呀 自己人 还给我自己人 我告诉你们两 我啊 有钱就是比你厉害 就是比你强 你们呀 还要做我亲戚 配合你 好帅 我呀 懒得和你们这群穷光大 说话 我走了 好帅 你先别走 妈还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 赶紧说 刚刚 妈不是不舒服吗 前两天 我去医院检查了 医生说 我心脏有问题 妈 怎么回事呀 医生说 妈这病呀 要需要动手术 得一大笔钱呢 我就是跟你们两个商量商量 这个钱该咋办呀 妈 这要是做手术 大概需要多少钱呀 小辉 听医生说 得三十万呢 你看 要不 妈这病就不巧了 三十万 我告诉你 三十万在我这里呀 根本不算什么 但是 我一分我都不会拿 怎么 你还真把你自己当我妈了呀 好帅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妈这个病得治 什么咱妈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还有 楠楠 我告诉你 你这啥臭脸 我早就看完了 对了 从今以后 你别跟我回家了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 咱们离婚 我走了 好睡 好睡 奶奶 妈没想到好睡 这么没良心 妈 你别激动 妈 你别激动 你不是说你心脏不好吗 你放心 还有我呢 治个病 我给你治 小辉 妈 这小辉啊 这段时间开了一家公司 这呢也不少 你这个病啊 我们还是能看得起的 妈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咱们呀都是一家人 咱们呀一起承担 小辉 是妈不好 妈 辉了 以前那样看不起你 行了 妈 以前是啊 就别提了 你看 今天啊 你过生日 开心点 咱们呀随便吃着 等会儿啊 直接去医院 奶奶 你也别哭了 等会儿啊 我再给好帅说说 看看 还能不能劝着动她 姐夫 你不用劝她了 我也不会再跟她过了 我以后啊 就好好陪着妈 好好照顾咱妈 行 这是你的选择 姐夫 尊重 要不这样 咱们呀先出去吃点饭 好 好 走了 妈